欢迎回来 那我们这一节课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一个得的CMS的一个基本操作 得的CMS基本操作 那么如果就是我有一个概念 就是不管你开发二次开发什么CMS 不管是得的CMS ECSHOP PHP CMS等等这种 不管是商城还是资讯内容的这种CMS 都是要对我们的这一个文件夹 数据库还有我们的这个后台操作 都要有一个非常熟悉的了解 当然前台也是必须非常了解 好那么这节课的话 我们就再来了解一下 我们得的CMS的一个基本操作 基本操作 总共的话我是分了这么八个小节 八个小节的话几乎就囊括了 我们一个入门想常用的一个点 基本上就已经讲到了 你懂这一些的话就几乎对得的CMS 也是比较好的理解的 好那么第一小节的话 就是系统的一个基本参数 系统的一个基本参数管理 那么我们就找到这一个系统 找到系统 然后这边有个系统基本参数的一个管理 好那么我们系统左边这边菜单的话 会有这么一些 会有这么一些参数 这么一些菜单导航 那我讲的话只讲这么八个 只讲这么八个 因为我们得的CMS功能非常多 所以说大家得多花时间去用 多花时间去用 像这几个没有 这边会有一些支付工具的这些东西 这个的话一般像以前 这个小说网站很火的时候 就会比较多这一些东西 这个比如说给你买点卡 买完点卡之后的话 就是可以在你网站上去消费 好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好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 一个基本参数 基本参数 基本参数的话其实就很简单 很简单 我们看到一个是站点跟目录 一个是网站主义链接 一般情况下都是这个样子 好都是这个样子 那么这边会有个变量名 变量名 变量名会有一个什么作用呢 我们打开我们这一个 templates 好然后找到我们deform 里面的这一个index 好找到我们这一个index 好那假设说我们要获取这一个变量 比如说我们新增了一个变量 然后呢我们要使用这个变量 怎么来使用呢 我们假设说网站被暗号叫做 哈哈哈哈 好没有人的网站被暗号是这样子的 对吧 但是呢我们就需要这样子使用 如何来使用呢 我们在body下面这边来用 好 把这个放到这边来 然后怎么做呢 我们这个先关掉了 然后应该是找到我们的一个网站来吧 好这边有个啊哈哈123456 好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一个变量名的一个作用 好这边的一个基本参数 那我们这些德德cms的一个配置有这么多哈 大家的话就去每一个都看过一下哈 这边会有个模板的默认风格 好模板的一个默认风格 这个后面讲到模板管理的时候我再会回来讲啊 好这点管理核心管理 核心管理的话也是非常多啊非常多像我们的一些用户邮箱啊 好吧我从新开始讲就是这边会有这么多编辑器是否使用XML 这些没什么特色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 然后这边核心设置这边有个德德CMS的安装目录 安装目录一般情况下就唯空因为都是在跟目录 如果说你是其他目录的话这边就写一个其他目录 比如说你是安装到德德CMS下面 那你就这么写就可以了 好那么这边会有几个点第一个是FTP设置 是在这边设置FTP的话是怎么来设置呢 假设说你有两台服务器对不对 那一台服务器是运行我们这个德德CMS后台的 那另外一台这一个服务器是运行我们静态文件的 所以说这边就会可以有FTP文件 FTP文件跟密码 这样子的话你们就生成的时候 生成我们这一个生成我们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生成这一边 生成主页 这边没有啊 我记得是生成的时候 可以直接生成到我们FTP里面啊 好没有 暂时没有的话我们后面遇到我们再再说啊 然后再一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邮箱 大家记住我们的FTP邮箱啊 FTP邮箱是在我们核心设置里面啊 附件啊一些什么缩裂图啊 引起上传大小啊啊 就是这些东西大家自己看一下啊 会员也是自己看一下啊 互动 好这些都没有什么东西啊 这边有一个违禁词啊 违禁词这些东西大家要知道一下啊 性能方面的哈 性能方面的话一般用默认的就可以了哈 等你真正遇到这一些呃 性能方面的时候的话啊 不当当是在这边设置了哈 这样子在这边设置 已经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 因为我们正常情况下 都是要在呃服务器端设置啊 性能设置的话一般情况下 大家保存默认啊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一个 选项好这边可以禁用我们php函数 好然后这边会有一些提起自动关键字 好然后这边有一个sifus 就是中文分词的一个服务器地址 中文分词的服务器地址 那这个的话也是可以用的哈 这个的话是需要配置我们这一个 中文分词的一个啊 埃塞个组件的服务器啊 然后这边会有个模块设置啊 百度新闻 然后这边会有一些东西 那我主要讲的话就是这边有个新增变量啊 新增变量 假设说你的网站上书啊 需要有一个这一个什么东西呢 呃需要有一个比如说需要有一个QQ号吧 那我的变量名称呢就叫做QQ 那变量值的话就是我的QQ号啊 假设说我的QQ号是123456789对吧 然后参数参数说明的话就是这个东西哈 就是网站QQ好那变量名称的话我们可以学着 学着这个东西哈叫做configQQ点看啊 然后所属的组啊 这边会有啊 站点设置啊什么东西的 我们就放到站点设置去啊 增加 好那我们站点设置就多出了一个网站QQ 那获取这一个网站QQ这个配置选项也是一样啊 在我们这个地方 然后再到我们前台刷新一下 好看到没有我们这样子的话也是可以把我们QQ给输出出来的啊 好那我们系统呃系统仓数最主要的话就是这个添加新新变量的这个东西好 当然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其他的操作哈 我们看一下其他的操作 嗯这边是数字布尔形跟多好文本哈 那布尔形的话就是像这种啊是与否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这个怎么用好数字 好数字假设说我们变量名就叫做空飞哥 Number 好变量值就是100 参数说明就是呃叫什么 会购买会员价格 好假设说你这个网站的会员价格是需要呃 需要我们这一个购买的哈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啊就可以来个空飞个 Number啊就是这样子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数字的哈 数字有什么概念呢 你如果书中文我们来看一下 书中文的时候 诶什么情况 好书中文的话是出错了哈 出错了那如何出错之后如何来修改 像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找到我们的这一个系统表啊 找到我们这一个表来我们看一下在这边 好这边有个系统配置表对吧 我们一直找到后面 我们一直找到后面 刚才我们这一个购买会员价格好 这边是已经存储起来的哈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值给改掉 然后现在再点基本仓数 还是没用 我们看一下什么情况 哎 奇了怪了啊 整个网站的打不开 那我们重启一下啊 WAMP啊 重启一下我们WAMP 如果说你是在服务器上运行 你这时候的话也可以重启一下服务器哈 好因为我们这一个不知道它什么意思哈 突然间就不行了 少页行不行啊 少页也不行了是吧 好那我们更绝的办法 直接重启我们的浏览器吧 重启浏览器也不行哈 这下我就尴尬了 这什么意思呢 好那我先暂停一下啊 先暂停一下 好那我已经找到问题的所在了哈 好那我们得的CMS还是比较什么 比较什么 比较什么东西呢 比较不是那么的 往上啊 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刚才的那种问题呢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啊 验证吗 不正确我们看一下 V V2 VC 好成功登录对吧 那刚才我们遇到了一个添加变量哈 添加的变量 那我刚把那一个已经删掉了哈 那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 大家看一下这个文件哈 看一下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的话就是对我们的config表的话 做一个缓存作用哈 做一个缓存作用 那我们选择的是一个number 但是我们给它增加了一个这种自幅创 所以导致我们这一个啊 这一个是不合法的哈 这一个东西是不合法的 所以导致我们整个页面就不能执行了哈 不能执行了 那我们现在是知道了哈 我们这个数字 正常情况下 你这个自己看的办吧 要不要用哈 那这是一个哈 搞太早了 找了好几分钟才找到这个问题啊 那说明我们得的CMS的话 这一点要注意哈 如果说你选择的这个变量是数字的话 一定不要去输入我们的这一个中文哈 如果你要中文的话 直接选文本就好了 因为我们是做测试 所以会导致这种问题也很正常哈 因为作为我们假设说 我们是一个非专业的用户 我肯定可能会想试一下 或者是我已经忘记了 这一个是数字类型的啊 就会导致刚才的那种问题啊 这样子的话 修改起来就可能会比较头痛 好 那既然问题解决了 好 刚才问题已经解决了 那我就这个不再讲了哈 然后再看一下文的这个布尔值 布尔值 布尔值的话 我们可以也测试一下 文本跟数字我就不再讲了哈 那这个是布尔值 那变量值是这个要怎么弄呢 他这个也没有说明哈 没有说明的话 我们就做布尔值测试 我们先保存一下变量 试一下 布尔变量值必须为Y或N 那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布尔量值为Y呢 我们来保存 好 这边说成功哈 这个的话啊 直接这样子就可以了 一个是一个否 假设我们更改一下否呢 好 就否了啊 这个也是一个可以用的一个东西 然后这个是多行文本 多行文本 那我们就叫做我们的 好 多行文本 变量值就是 多行 多行文本 测试 好 点击保存 好 这边就会有个多行文本 就是会有一个这种大的输入框哈 好 假设说我们这样子匹配置呢 好 是可以的 好 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好 那么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系统的基本参数 基本参数 好 比较有意思的话就是我们添加新变量这个东西 其他的话大家去了解一下 每一个选项点击看一下就可以了 主要的话就是这个添加新变量 有些时候我们非常用得上 好 非常用得上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一期课所讲的内容 好 好 那这一期课就讲到这边 好 感谢大家